大家好,这里是CEA造成网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跟我一起学CEA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四九章 对象的使用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Cost成员函数 Cost对象 Mutable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Cost成员函数 什么是Cost成员函数呢 我们知道Cost有很多种用法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解的用法是用Cost来修饰成员函数 那么我们就将这样的成员函数称为是Cost成员函数 用Cost关键字来修饰成员函数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用到Cost关键字来修饰成员函数呢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成员函数不会修改对象的状态 不会修改对象的状态 那我们应当尽量将这个成员函数用Cost来修饰 Cost成员函数呢 它只能够访问数据成员的值 而不能够修改它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改变某个对象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样一遍 定义一个test类 假设它有个数据成员 这就是这个对象 这个类的一个状态 数据成员 定义构造函数 对这个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一个成员函数 getX 它就是返回X这个数据成员 返回X这个数据成员 由于这个成员函数 这个成员函数呢 它不会去更改X数据成员的值 X数据成员的值 因此我们尽量应该将这个成员函数呢 用cost来修饰 那么这个成员函数就称为是cost成员函数 成功 这个函数就称为是cost成员函数 那么cost成员函数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不能够修改数据成员的值 假定我将它的值呢 更改为100 这是不允许的 左直指定cost对象 是错的 而如果是普通的成员函数 如果是普通的成员函数 那么它就可以修改数据成员的值 因为如果一个成员函数 它不会修改数据成员的值 那么我们应该尽量的把它 定义为cost成员函数 cost成员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是一样的 这两个呢 可以构成成员 是成功的 cost成员函数跟非cost成员函数呢 可以构成成员函数 可以构成员函数 可以构成成员函数 可以构成成员函数 这就是cost成员函数的作用 它不会修改对象的状态 那么这时候我们尽量的用cost来修饰成员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ost的对象 之前我们说过变量呢 可以用cost来修饰 cost来修饰 某一种类型的变量 可以用cost来修饰 那么同样的道理 对象也能够用cost来修饰 那如果我们要定义一个cost对象 cost关键字加上内名 对象名 参数表 接下来我们就定义一个cost对象 testt 那么参数表 当前构造函数 需要提供一个参数 10 这就是一个cost对象 cost对象 cost对象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对象是常量 这个对象是常量 对象的值 对象的状态呢 是不能够被更改的 对象的状态是不能够被更改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暂时先将 这个函数注释掉 看一下它能不能调用getx函数 能否调用getx函数 我们发现呢 失败的 不能够调用getx函数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cost对象 它只能够调用cost成员函数 因为cost对象 意味着这个对象的状态 不能够修改 而非cost成员函数呢 它潜在一个风险 对数据成员更改的风险 因而它是不能够直接调用的 即使我们这里面呢 没有更改它 也不能够调用 cost对象不能够调用 非cost成员函数 它只能够调用 cost成员函数 先要把这个注释掉吧 现在呢 编译是成功的 Ctrl F 调用的是 cost getx 即使我们两个函数都提供 即使两个函数都提供 它调用的也是 它调用的也是这个 cost成员函数 cost x 当然如果我们再定义一个对象 t2 t2 t2.getx 它调用的应该是这个函数 它调用的应该是这个函数 因为这是一个普通对象 Ctrl F Ctrl F5 第一个对象 调用getx的时候 调用的是cost getx 第二个呢 是getx 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cost对象 只能够调用cost成员函数 它不能够调用 非cost成员函数 因为调用非cost成员函数呢 存在 对对象修改 潜在的一个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 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Mutable关键字 Mutable关键字 我们来考虑一种场景 output 输出 那么 这个函数呢 仅仅只是将 x的值进行输出 因而我们也需要将它 定义成cost成员函数 但是呢 我又希望统计 某个对象被输出的次数 仅仅只是某个对象 并不是所有对象 被输出的次数 我想统计某个对象 被输出的次数 所以说我就需要定义一个 变量 output times 统计它被输出的次数 当我构造一个对象的时候 output times 初始化为0 初始化为0 那么每输出一次呢 我就将output times 加加 每输出一次呢 就将output times 加加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成员函数 来获取 get output times 那么这里呢 存在一个矛盾 存在一个矛盾 那就是 那就是 const成员函数 它是不能够修改数据成员的 是不能够修改数据成员的 output times 但是呢 这里呢 这个例子我们又希望修改它 不行 肯定是错误的 const成员函数不能够修改数据成员的 值 那么 这个例子我们又希望修改它 因为 因为这个变量呢 它不会影响 实际上 从逻辑上 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类对象的状态的 也就是说 这个成员 数据成员呢 我们不把它看成是这个对象的一部分 对象状态的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我们希望它是可变的 希望它是可变的 也就是说在const成员函数当中 能够修改它 能够修改它 这时候呢 有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mutable关键字 用mutable来修饰数据成员 那么即使在const对象 或者const成员函数当中呢 都可以被修改 都可以被修改 mutable mutable 加上这个关键字 加上了这个关键字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了 cost成员函数呢 可以修改 mutable数据成员 t点output 输出一次 输出两次 对这个对象呢 输出了两次 输出了两次 每输出一次呢 就会将output times 加加 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 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 x的值等于10 getoutput getoutput times 获取到它输出的次数 输出的次数 我们应该把它打印出来 它到底输出了几次 这是output 输出了两次 输出了一次 x等于10 x等于10 这个对象呢 被输出了两次 x等于 输出了次数 等于2 等于2 这就是mutable 关键字的作用 在逻辑上呢 这个数据成员 它不算是 这个对象的一个状态 不算是这个对象的状态 那么在cost成员函数当中呢 它不能够修改 数据成员的状态 但是它可以修改 mutable 修饰的成员 数据成员 这就是mutable的一个用法 mutable 从英文上来看 它就是易变的 翻译过来是易变的 可变的意思 它跟cost是相对的 cost是恒定的长量 而mutable是易变的 可变的 所以说呢 即使 cost成员函数呢 也能够修改 用mutable修饰的数据成员 即使是cost对象 即使是cost对象 T它调用了 cost成员函数 它也能够更改 output times 也能够更改 output times 这个数据成员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对cost做一个总结 我们学到了比较多的cost用法 cost它定义一个产量 定义一个产量 这个产量在定义的时候呢 必须初始化 必须初始化 当然cost也可以定义一个产量对象 它也必须初始化 这是一个产量对象 也叫产量吧 第二种用法是cost引用 cost引用呢 能够引用自己一个cost产量 而普通的引用 它不能够引用至cost产量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第二种cost用法 另外呢 cost可以修饰指针 可以修饰指针 Const修饰指针 如果出现在信号左边 不能够这么说 Const跟指针 如果修饰的是 如果放在信号左边 如果放在信号左边 表示 新P是产量 新P是产量 或者说它修饰的是指针所指向的内容 新P是新P是产量 新P不能够更改 不能够作为阻值 就是说这种负值运算呢 是错的 这种负值运算呢 是错的 第二种情况是 Const出现在 Const出现在 信号右边 表示 P2是产量 这意味着 P2呢 不能够再指向其他变量 比如说N2 这也是错的 P2本身是产量 但那还可以是这样子的 两边都有 有指向的一个 N3 这表示新P是产量 P3 也是产量 另外呢 那在类单中 在类中 如果有Const成员 Const成员的初始化 只能在 构造函数初始化列表栏中进行 这就是对Const的一些用法总结 当然还有我们今天所讲的 Const修饰成员函数 表示该成员函数 不能修改 对象状态 也就是说 它只能够 访问数据成员 但是呢 不能够修改数据成员 这就是我们对Const用法的一些总结 那么我们这次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